大家好,今天會跟大家說DNA in the nucleus DNA是會儲存在我們的Cell裡面 在我們的Cell裡面的Nucleus是儲存了DNA 而他們儲存的構造叫做Chromosome Chromosome放大了6500倍,模樣是這樣的 它裡面是由很多條DNA接疊而產生的 DNA帶著一些Generic Information,遺傳信息 它會指示我們的細胞怎樣做,生成怎樣 什麼膚色,什麼眼睛顏色,都是由DNA去決定的 而我們會叫做Trace,即是性臟的意思 而性臟你可以把它看成為特徵 DNA determines the trace 如果你將人類的DNA排列出來 你會見到人類的DNA全部都是一對一對的 有一半是來自male parents,即是爸爸 另一半是來自female parents,即是媽媽 人類總共有46條Chromosome 也就是23個pairs,即是23對的意思 如果我們仔細看 第23對的pairs 你會見到是一條長一條短的 原來它是決定了我們的性別 如果我們跟女生相比 我們會見到第23對的Chromosome是不一樣的 男生來說有一條 XChromosome是長一點的 另一條YChromosome是短一點的 至於女生 兩條都是XChromosome 兩條都是長的 你會見到原來DNA是決定了我們的身體特徵 體重、身高、皮膚顏色 和性別等等 而最明顯的 就是性別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妨上網看多點有關DNA的資料 你會不會聽到現在的 有關DNA! 沒關係 對的 我們期待會有關DNA! 就是